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近年来就是大力推广《节地藏生态安葬》 《节地生态安葬》的主要意义呢 一方面是节约土地资源 另外一方面是满足市民的一些 多种的安葬的服务和需求 这也是我们文和自然和谐共生的一个发展单向 目前呢我们《节地生态安葬》也要到百分之八十 有些人因为自清过世了以后 他很难在短时间来疗愈 就是他有一个疗愈期 让我们通过科技殡葬 就对先人进行一个复活 然后可以和他进行一些简单的交流 工作怎么样啊 生活怎么样啊 他都会有一些场景的设置 我相信未来两到三年 可能国内很多墓园 甚至我们墓园可能会推出这个服务 真和死其实是必然的 但是怎么样去接受死亡 是需要智慧的 那这样可能通过科技的手段 让大家更坦然地接受死亡 这种AI技术的应用它肯定 第一是要符合先行的法律法规 第二是要征得家属的同意 我当然不能跟你说 就是何有一个人 我怎么没问题 我问你 可能我们是一般来 像你一个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